荷花雅玉,夏玉,在荷堂,雨和思雨,夏玉,在荷堂寻的那一刻的平静和安宁,夏玉,在荷堂修的一份禅心禅意,夏玉的荷堂有我美丽的遇见,我如此凝神的赏荷花,是在一个雨后天晴的午后,远远望去,肥大的荷叶,绿芒芒一片,拖着亭情玉丽的荷花,如绿沙拖着红段,漂浮在清澈平静的荷堂里。 走进观赏,只见红河托鲁,晶莹欲落,白河带雨,冰鞋无暇,盛开的,明镜安详,大蕾的,娇羞玉与,还有那绿杯碟碎,清盘滚珠,圣洁的诗人不能说,只怕言语不甚玷污了他,和华人柔得死绵,静得若水,但是历日不能使其枯萎,风雨不能令他弯腰,他的根,紧扎地下,他的夜, 相处水面,他是那么的一边浊水和泥土,已知道了秋天,一片片枯萎了的早夜,还要落到水中,耐得你理,未来年糊花在尽最后一份力量,怀着坦荡真诚的心,我领略了荷花的郁结冰晶,结真不薄,和托福飘逸后,感动的眼睛潮湿了。 是啊,荷花不舍求浓烟,不遗憾频繁,当生命火花最炙热时,他微微含笑,给蓝天的画卷上点击涂丹,他不想求浮华,却拥有新鲜活活的美丽内质,他不想求辉煌,却拥有墨手一丝的宁静,他虽然耻重独立,但却不离去生长, 当他枝头最后一半云霞飘落水面时,他也毫不忧伤,仍在寂静的河堂下,留下沉甸甸的生活,荷花的确很美,他的风韵,雅致,飘逸,洒脱,令目轻狂神怡,流恋忘返,但是,我心中在意的,却并不仅仅是他的美。 摄影于南庄连水镇,溪流河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气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